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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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韋家輝和劉青雲這批神級組合又回來了 他們的新戲《神探大戰》 昨晚舉行手影 湯怡 紅金堡 杜奇豐 出爐影后劉雅塞 張敬軒 許靜雲 姜浩文等都來看戲 相當熱鬧 主角之一的林峰和Asa 因為在內地工作 所以來不了 不過說起和Asa合作 青雲的評價很高 和她合作是一件挺有趣的事 我經常都覺得她是挺有趣的人 你叫做什麼都好 她沒有什麼意見 也不會投訴也不會說 你叫她在那邊跳下去 她又在那邊跳下去 即是叫她什麼 她又 你叫她飛車飛出去 她又真的 踏行飛出去 真的飛出去 她真的飛出去 我覺得她是一個挺 挺有趣的人 她好像將每件事 變得好像很輕鬆 好像沒有東西 她飛車飛出去的樣子 因為我坐她旁邊 她完全是不覺得危險 就是一個不可多得的動作女演員 維家輝就說想將她和青雲的代表作大時代拍成電影版 拍電影很奇妙 我最初開始接這個項目的時候 真的想拍大時代的電影版 但當時量度一量 就覺得那個不是靈感很多 但反而神探大戰的靈感就湧出來 既然這麼澎湃地湧出來 我就拍一套電影 就是神探大戰 之後會不會再繼續來大時代 我會 替我少想 但我覺得大時代電影版這個BB 是很扭民的 她不是那麼容易出生 但還是會找青雲 那放展播是她的 那當然是她 吳浩康帶著即將臨盤的老婆郭思琳來看電影 駝B都駝得這麼漂亮 是不是阿蝶照顧得好呢 她長期都照顧得好 有沒有覺得有人在這裡的時候做得好 我不覺得 我覺得你好24校老公 對啦 你這樣說 家裡有沒有幫忙煮飯 她有沒有幫忙煮飯 是吧 神經病 她煮的話就叫做幫忙 我煮的就叫做份內師 通常都是我煮的 通常都是我煮的 其實由拍拖到現在都是 阿蝶是否依然會剪池帶 我一定會陪入產房 但剪池帶我到現在都還是 有點害怕 我怕剪親兒子 沒有那麼容易 不知道會不會 我太論盡了 Sweet到這樣行不行 不過胎教方面 兩位似乎有點分歧 胎教我準備得很好 我覺得要聽很多音樂 我自己都有把我自己 心儀的一些鋼琴家 一些古典樂 去介紹給我太太 但當然 她依然都是比較喜愛潘兆聰 所以她大部份時間都是聽 潘兆聰 生活兩件大部份時間 包括她在做家務 或者自己在休息的時候 化妝的時候 都是聽鬼谷和潘兆聰 但是胎教的那個課程 有沒有不同的歌曲 我自己的鋼琴家 加一點 因為你這樣弄不行 一會兒子出生 以為你沒有 光頭才是我老爸 這樣就不行 但我還要加一點自己元素 所以是沒有了所有古典樂 是的 寶寶未出生已經開始吃醋 阿蝶的父愛真的爆了鵬 很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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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興